红线上设立公车站一旁完全没有任何乘客等车的空间 这样的场景就发生在金山跳石海岸旁 而为此今天分局也举办会刊 邀请相关单位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在金山区跳石海岸的台二线上 就在32.6公里处 往石门方向有一站淡水柯运的停靠站 而这一座公车站牌虽然住立在路旁边 不过可以看到若是有民众要上下车 都得要走到马路上看起来相当危险 因此今天金山警分局就邀请了市府交通局 以及公路总局来到现场会刊 要讨论如何解决问题 平常在这边上下车的乘客 因为它公车站牌的设置 它旁边是一个红线 而且是有道路的护栏 对上下车的乘客来讲是蛮不方便 而且有危险 另外站牌的还有一些指示牌的标志 都被路数给挡到了 那我们现在今天来会刊的目的最主要 把现场做一个改善 让它更安全 由于这一座公车站牌 路旁边是画设红线 加上有公路总局及每段所设置的护栏 让乘客只能站在咖啡店的停车格当中 若是驾日停满车辆 对于行人上下车可是相当不方便 因此在讨论过后 决定要将护栏缩减4公尺 让公车可以靠边停 道路护栏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拆掉大概4公尺左右 坐乘客上下车 停等公车上下车比较方便的地方 那路面的话我们会划设 大概12到15米的一个公车 中用停车格 一方面让公车有地方可以停靠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让用路人 能够更明确的知道说 这个地方有公车停靠 注意行车的安全跟行人的安全 金山警分局表示 这一座公车站牌就立在路旁边 加上北关处所种植的路数 会将司机以及路人的视线挡住 因此未来也会协调北关处 将路数移除 让公车可以停靠路旁 不会挡到执行的车辆 乘客上下车会更加安全 记者是短艺金山采访报道 直线距离十何来过 也好